各位呢你進到我們這個即使的互動白板的話 我先進來給大家看一下 已經有不少同學進來了 有沒有 有19位同學進來了 24位同學 那可能如果你有手機看 也許要擺橫式的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因為直式的可能空間稍微小了一些 那麼我們的資料呢都已經有擺在這邊 來看一下在這裡 我們今天有準備一個延期的群組 那如果有需要就是你會後 會後有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登入進去 我們今天呢會跟各位介紹的主題是有關簡報 簡報的部分 幾乎不管你是哪一個年齡哪一個階層 哪一個人生階段好像都會用到簡報對不對 但是一般來說各位最常用的就是 微卵的那一個對吧 你可能很少用過除了微卵以外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介紹 不同於微卵的 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呢 各位的手上那一個講義 手上那個講義 我現在有一點點小小的修正 有一點小小的修正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如果你有需要就是彩色版的 我也有放在上面 也有放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直接進去這樣子 這樣OK嗎 可以齁 大家這樣都可以看到的話 等一下呢我們就開始齁 好嗎 你好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